《神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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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弟兄姐妹平安 让我们今天仰望十字架 因为十字架的道理 在那灭亡的人为余拙 在我们这得救的人 却为神的大能 祝福各位 今天都有美好的一天 我们既已得救 才知道那岛名叫米利大 土人看待我们 又非常的勤奋 因为当时下雨 天气又冷 就生火接待我们众人 那时保罗拾起一捆柴 放在火上 有一条毒蛇 因为热了出来 咬住他的手 土人看见 那毒蛇悬在他手上 就彼此说 这人必是个凶手 虽然从海里就上来 天里还不容他活着 保罗竟把那毒蛇 甩在火里 并没有受伤 土人想 他必要肿起来 或是忽然扑倒死了 看了多时 见他无害 就转念说 他是个神 离那地方不远 有田产 是岛长不百留的 他接纳我们 尽情款待三日 当时不百留的父亲 患热病和立即躺着 保罗进去为他祷告 按手在他身上 治好了他 从此 岛上其余的病人也来 得了医治 他们又多方地尊敬我们 到了开船的时候 也把我们所需用的 送到船上 帝王姐妹平安 我们来看8月29号的QT 这段经文是《使徒行传》28章1到10节 我们来默想这段经文 前面讲到保罗上罗马坐船的行程 一开始就不太顺 众人也没有听保罗的劝告 就陷在一个可怕的风浪中 保罗得着上帝的应许 在过程中鼓励安慰大家 船在第15天 终于在靠近陆地的地方搁浅 大家也都顺利游上岸 这一段讲到 他们安全上岸之后 才知道那个岛的名字 叫做米利大 也就是现在的马尔他 这个岛位于西西底岛南方 我们看到在上帝的安排之下 已经离意大利半岛很近了 岛上的居民对他们非常友善 因为下雨天气又冷 居民就生火接待他们 保罗拿起一捆柴放进火堆里 不料有一条毒蛇 经不住热钻了出来 而且还咬了保罗的手 那里的居民看见毒蛇 吊在保罗的手上 就交头接耳的说 这个人一定是个凶手 虽然侥幸没有淹死 天理却不容他活下去 可是保罗把蛇甩进火里 他并没有受伤 那他们以为保罗的手一定会肿起来 或者保罗会突然的倒闭 但等了很久 见他还是安然无恙 这些居民就改变了态度 说他是个神明 我们看到这些岛上的居民 看起来很单纯 看见事情的状况 他们就会直觉地认定 而上帝也借着这样的事件 让保罗赢得了岛上居民的敬重 那个岛的首领名叫布百流 他的田产就在附近 那位首领就接待了保罗他们一行人 热情地款待了他们三天 当时布百流的父亲患了力疾 正发热躺在床上 保罗知道后就去为他祷告 把手按在他身上 医治好了他 从布百流热情地款待 到保罗为布百流的父亲祷告 这应该都是跟前面岛上居民认定 保罗是个神明有关 首领的父亲得医治 又引发了更大的效应 岛上其他的病人都来了 也全都得了医治 因着保罗行的医治神迹 岛上的居民就处处尊敬他们 在他们起航的时候 又赠送他们途中所需用的物品 这一段看到 当保罗一行人 因着传难 来到马尔他岛 面对的是岛上友善的居民 生火接待他们 接下来上帝开始使用保罗的手 包含让蛇咬到 这件看起来是不太好的事情 开始施行一件又一件的神迹 从没有中毒 到医治首领布百流的父亲 再到医治岛上其他的病人 让岛上的居民包含首领 对保罗和与他同行的人 充满了敬重 全力地资源他们所需用的物品 这样的发展死掉未及 我相信也让与保罗同行的人 都感觉到这趟旅程 幸好有保罗的同在 也对保罗所信的主 充满了敬畏跟好奇 以上就是这段的经文的默想 弟兄姐妹平安 从前面的经文默想 我们看到一个原则 那就是上帝使用人 看起来不好的事 却在后面带出了死掉未及的发展 经历神迹大能的作为 让人敬畏和赞叹 也让爱神的人得益处 今天的QT提醒我们 上帝真的是使万事都互相效力 叫爱上帝的人得益处的神 很多时候 即便人看起来不好的事情 背后却常常有着上帝化了妆的祝福 就好像没有人喜欢遇到传难 也没有人喜欢被蛇咬 但是上帝却允许这些 看似苦难的事情 发生在保罗上罗马的途中 同样的 在我们跟随耶稣的道路上 我们千万不要天真的认为 一路都要很平顺 上帝也会允许一些风雨 进入到我们的生命当中 但对神的百姓来说 在面对眼前的不顺和困难的时候 我们要提醒自己想起圣经中这些的记载 包含我们自己信主后所经历的恩典 让我们学习可以用一个不一样的眼光 去面对眼前发生的一些不好的事情 我想保罗被蛇咬到 到他把蛇甩进火里 都不是他先预知到什么 而是可能就是一个当下的反射动作 对保罗来说 他可能也是第一次被蛇咬到 多少也会担心 是否会发生什么样的状况 保罗当下 他也只能求告主 但他没有让恐惧 盘踞掌控 而是继续做他的事 结果我们看到 保罗就经历了神迹 我们也要提醒自己 在面对眼前的不顺和困难的时候 不要忘了在心里呼求主 但我们也不要让恐惧掌管 我们做了我们当下能做的事之后 就是决定要信靠和交托 在信心中继续往前进 这里的前进 也许不是自信满满 无所畏惧 而是在不确定当中 也许是边发抖边往前进 可是神迹 往往就是在这样的一种不确定 只能紧紧抓住神的过程中发生的 而上帝使用一些人 看为不好的事情 事下神迹发生 叫爱上帝的人得益处 我们看到一方面 是要让当事人 在对当前服侍主的道路 加添更多的信心跟确据 知道自己所做所行 是讨神喜悦的 坚定了自己服侍主的心智 另一方面 透过这些在苦难中所经历的神迹 事上也是要让周围不信主的人 清楚明白 这不是人所能做的 乃是上帝的大作为 如果有经历这些 自己都死掉未及的翻转 弟兄姐妹 我们要带着感恩赞美的心 为主做美好的见证 把荣耀归给上帝 好 我们一起低头 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 恩典天父 有时候在我们人生的道路上 就像保罗所经历的 一些我们自己都死掉未及的事情 甚至是看起来一些不好的事情 就像没有人喜欢遇到传难 也没有人喜欢被蛇咬 但是我们知道 我们的神是使万事都互相较立 叫爱神的人得益出的神 即便在我们看来一些不好的苦难当中 主啊 我们看到也可以经历到 上帝奇妙恩典的作为 主啊 让我们在不管什么样的情况底下 我们心里就是呼求主 仰望主 不要被恐惧所掌控 而是让我们凭着信心往前进 我们相信在苦难的道路上 我们可以更多的经历到 祢恩典的作为 主啊 让我们坚定跟随祢的心 也让我们可以为祢做美好的见证 祢与我们同在 谢谢主 听我们的祷告 奉耶稣基督恩典的名求 阿们 祢恩典的作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